HELLO 他們好 歡迎收看電影踏的少女開箱箱 我是超鼠推廣協會會長蜜甘 今天要來開箱什麼呢 在我面前呢 就是兩款鐵三角的耳機 而且你看包裝很華麗吧 為什麼這麼華麗 因為這是他們跟魔物獵人 Monster Hunter的聯名合作款 名字呢就是ATH-GL3-Z 還有ATH-GDL3-NAR兩款 我知道這兩款原本就是鐵三角的遊戲耳機 一款是封閉式的 那一款是開放式的 那我本人呢 雖然沒有認真的玩萌行 但這款遊戲也算是遊戲圈 殿堂等級的遊戲作品了吧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它的開箱吧 欸那等等 就是你現在如果只看盒裝的話 你覺得你會選哪一款 先這樣子看喔 你在心裡面寫一個答案 待會看完裡面內容物 來對一下你的答案有沒有壞 至於我呢 我想要掀開雷狼龍 因為它看起來好華麗喔 這隻龍看起來比較厲害 我要掀開它 帶大家來看盒裝 這邊就寫了萌行的LOGO 然後鐵三角雷狼龍本人跟耳機的長相 哇延伸過來了圖案 喔 日本原裝進口的標誌 雷狼龍 很帥耶 打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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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看到這個 雷狼龍的貼紙 這應該就是獨家送的貼紙了吧 雷狼龍 看一下 對呀 保證書 一張耳機如果沒有聲音的話 該怎麼解決的提示小卡 說明書本人在這兒 有一個簡易的安裝標 接下來我們看到耳機本人 配色很漂亮耶 線材在這裡 可拆式的導線 可拆式的PC導線 還有可拆式的麥克風 裡面的配件就長這樣子 現在來看耳機 欸 拿起來很輕耶 230顆 果然很輕 來細看一下 它的顏色 這個綠色跟它的盒裝 上面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本人比較漂亮耶 上面有看到這個嗎 就是用 局部亮面處理的 一個龍鱗 應該就是它身上的鱗片 閃閃發亮的樣子 再來的話 頭戴 裡面有一層 讓你的頭部比較舒服的 軟墊 上面的話 它這一層是硬的 再來有做一些黃色的配色 然後耳罩的部分呢 它是那個皮革 然後裡面再加上布面的軟墊 我們來看一下雷狼龍的特徵 上面這個灰色 裡面的灰色 應該就是配它的毛髮 主要是綠色的身體 就是這個綠色 我猜這個亮 黃色 應該就是它的那個雷墊吧 再來的話配件的黑色 應該就是搭配它的 爪子 你看到它的腳 整體的顏色有搭配到 看這裡 這個是工會的標誌吧 欸我覺得這邊做的蠻低調的 就是懂的人就懂 看到就會知道說 哇 這一副是萌夯的聯名欸 有一種默默低調 那就小華麗的感覺 欸我看到那個東西 你們看 它裡面的耳罩有寫一個 左邊跟右邊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字 你看它花樣 就左左左左左左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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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可愛的 好我們來試戴吧 插線 好 記得剛裡面有一張小小的紙 就是提醒 提醒我們就是在插的時候 如果沒聽到聲音的話 表示你可能沒有插緊喔 所以要插到底 OK 好 喔 無段式的調整 最大可以拉到這麼大 很輕欸 我現在講話會不自覺的變得有點大聲 因為它是封閉式的 感覺很輕 然後這一條 軟的頭戴 就是有貼合在頭部上面 還蠻舒服的 啊 因為它的那個 耳罩是比較偏圓形的 所以戴在臉上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 稍微會沾到我的妝 我會把它往後調一點點 我覺得跟超級包覆型的相比 這一副算是比較輕鬆的蓋在頭上 好 待會再來試聽 接下來我們換開箱迅龍款 迅龍款一樣有萌夯的標誌在這裡 鐵三角耳機 耳機本人跟迅龍 我猜還一定有延伸過來 哇 椅包很帥欸 原裝進口貼紙 迅龍 這字體真的超帥的欸 果然 打開 迅龍的貼紙 迅龍款貼紙 這很帥欸 我覺得這可以把它貼在你的PC上面 內容物全部拿出來 一樣可拆式的導線 可拆式的PC導線 還有可拆式的麥克風 我剛拆出來的時候才看到說 欸 這個顏色 有點微妙的不同欸 你看這是純黑色 然後它的麥克風的顏色 有配合到迅龍 是一個深藍色欸 小細節 厲害 我把耳機拿出來了 第一時間也感覺很輕欸 220克 比雷朗龍還要再輕10克 應該是因為它開放式結構的關係 那整體呢就是結構一樣很華麗 然後上面無段式的調整 很金屬 然後在裡面有一個軟軟的頭帶 讓你的頭部可以紓壓用的 欸 蠻不一樣的喔 它的這個耳罩 剛剛我們看的雷朗龍 它是皮革在家裡面的布面嘛 但這一款迅龍的話 它是從外面開始 就是布面的材質了 裡面一樣很可愛 那個Right跟Left 裡面一樣有寫 有有有有有有 跟 左左左左左左 這裡很漂亮 而且 金屬 抄起來的ㄎㄎㄎㄎㄎㄎ的 這種硬塊的感覺 很討喜 那剛剛雷朗龍 內附耳機 顏色的展示方式很像 上面的頭帶呢 就是毛髮的顏色 機身的這個深藍 是迅龍身體的顏色 欸 這邊這邊這邊 一樣是有那個 反光出力的龍靈 然後一樣是有一個 工會的標示在這裡 這個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眼睛的顏色 好 開箱完畢 我們來試戴吧 嗨我知道了 我現在那個 無端絲可以拉一點點起來 來 感覺一樣果然非常的輕盈 然後上面這條頭帶一樣 輕輕的 就是把耳機蓋在你的頭上 而且因為它是開放式的 所以特別有一個通透的感覺 然後它的材質 整個是絨布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試聽吧 聽之前有看一下說明書 動圈型 那可以預測它的低頻 應該會不錯 驅動單元45mm 欸還蠻大的欸 就是以耳罩式來講 中天上 所以應該可以蠻期待一下 它耳機音樂的音質 主抗45歐姆 嗯 這也蠻大的欸 如果你用耳機聽的話 可能會沒辦法聽出它全部的音質 但原本就是PC遊戲耳機啦 所以這點很正常 好我們來聽吧 但是因為版權的問題啊 所以沒辦法讓你們聽 我在聽什麼東西 那敢想的話呢 我就寫在小白板上面 我們待會一起來討論吧 GO 你們聽不到了吧 還是聽得到 聽不到了吧 就是你講話聲音好大聲 好叫 哈哈哈哈 煩喔 大耳機就是會這樣 講話聲音會變得很大聲 試聽完畢 要來看我的小白板了嗎 好 剛剛兩副耳機都聽完了 我覺得他們音質聽起來 其實是蠻接近的欸 最大的差異還是在他們的形態 一個是開放式的跟封閉式的 那迅龍開放式的嘛 所以聲音會比較通透一些 封閉式的話 因為你就沒有聽到外界的聲音 所以聲音相對會比較乾淨一點點 那我的小白板呢 我覺得是適用於他們的一些特質 第一個 就是蠻直接的感受就是 舒適跟耐聽 而且我兩副都好輕喔 在我頭上我剛剛 就是一度有點想要站起來 就 不對他們還在我頭上 再來 展現我的藝術天分啊各位 我剛剛聽了一下 雷狼龍的戰鬥曲 然後迅龍的戰鬥曲 但萌夯還有一首就是很有名的 是炮狐龍的戰鬥曲 他的音樂下的時候 那個女生人聲音出來 我就 稍微起了一點點雞皮疙瘩 好聽欸 如果我們講音質啊 會講說他是偏濕潤的 還是偏乾燥的 我覺得他們都選擇了 濕潤這一派 因為畢竟開箱的是 鐵三角的耳機 大家聽到鐵三角耳機 你都會想說 這是女毒耳機吧 要聽就是高亢的女生聲音 才會選擇耳機 嗯嗯 我覺得這兩副聽起來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畢竟他們是動權式的嘛 所以呢 低頻有下去 有Q彈的感覺 並不是只能聽女毒的耳機喔 剛剛就是除了聽萌行的一些戰鬥曲之外 我也會聽我平常的日常的歌 然後會有一些熱血的動漫歌 然後或者是台語的情歌 中文的情歌 然後一些一些電音 這類的 我覺得在解析力跟渲染力中間 這兩副耳機他們選擇渲染力 好啦 這個就是聽了這副耳機 大概三四十分鐘之後的感想 我發現一下我什麼東西沒有講到 喔 它講說就是這一款頭墊 它是可以摻下來水洗的 水洗之後用乾布把它擦乾就好了 因為它會貼到你的頭皮 所以它可能會比較容易髒 剛剛都還沒有把耳麥接上去 我們把耳麥接上去看一下 孔位對齊 喔 它也是要用力插到底的那種 然後角度一樣可以自己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 耳麥的本體好了 這裡有一個小LOGO 應該是遊戲裡面收集的材料 俊龍的天嶺吧 太可愛了吧 居然在這裡面 有一種尋寶的感覺 那 雷狼龍一定也有 好一樣插緊 一樣是可以調整式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會有什麼 很好看欸 雷狼龍的天獄 好可愛唷 全身上下都充滿了萌夯的特色在裡面 好算現在沒有要打遊戲 但我還是想要戴上去給你們看一下 如何 有沒有一個很專業厲害的感覺呢 微微聽得到嗎 這兩副 鐵三九聯名耳機 雷狼龍款 三千七 遜龍款四千四 上次的期都是七月十四號 好我過足影了 放回來 欸我很喜歡這一次的萌夯聯名欸 而且我覺得他們耳機的配色也選的太好了吧 完全跟龍身上的 像是毛髮啊或是他的身體的顏色啊 甚至他的爪子的顏色 全部都融合進去了 搭配的很好 配戴起來也都很輕 低頻的部分我覺得一定也比你想像中的 還要更注重這一塊 如何開箱完畢之後 你有改答案嗎 你一開始是學哪一副 最後聽完之後 你可能會學哪一副呢 別忘記在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開箱箱就到這裡啦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